我們看第二題 他說AB長路是5 那A保值在S上面 那B保值在Y上面 現在有個分點P 分成AP比PB是3比5 長路是5 所以事實上是三單位 這是兩單位 這樣這個A在上面移動 B在上面移動 但問P點少算軌跡多少 首先我們知道AB的長度是固定是5 那AB的長度等於多少 等於是等於 S平方加Y平方 這固定是5 再來 P點是AB上的一個分點 P點等於多少 3 等於3加2 5分之多少 5分之2 乘以X 這2也不死了 加3乘以0 Y做標是5分之 5分之多少 5分之3乘以Y 3Y 3Y 再加2乘以0 就不死了 那我現在要找什麼 找這個大X跟大Y的關係 這是大X 這是P點桌面 這是大Y 我要找大X跟大Y的關係 所以我要把那個解出來 現在大一個X是等於 5分之2 小一個X 大Y是等於 5分之3小Y 好 那我把小X解出來用 帶到這裡面來 好 現在小X等到長 2分之5大X 小Y等於3分之5大Y 大到這裡 這裡我把它寫完整一點 小X平方 加小Y平方 等於25 把把它帶進來 帶進來以後 就變成多少呢 變成是 2分之5大X平方 加3 3分之5大Y平方 等於25 好 那我25可以約掉 那5分25 約掉 這邊的1 那就都錯了 2分之5 2分之5大X平方 大X平方 大X平方 再加3分之5大Y平方 等於25 是一個妥言 是一個妥言